他们的package正在找 我们先开始吧 我们昨天改媒他们之前大部分的内容讲完了 我们讲到comptain thinkable 我们今天先把hypothesis test讲掉 完了之后就要开始 我们的to sample test 我们先过一遍我们的package 到这边到hypothesis test为止 包括type1,type2 error 包括power,pvalue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maytime之前的内容 然后我们讲一下关于hypothesis和comptain thinkable之间的一些关系 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讲我们to sample test 就是maytime之后一个大头 ok吧 就从这开始考到的几率会非常非常高 然后除了这个to sample test以外呢 我们后面在你们assignment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一些关于这个叫做match pair的东西 我们要再说一遍 这个在joker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到 因为这个是我的失误没有看到你们完整的这个size 嗯 然后part 3的时候会把剩下来一些 part 3的东西比较杂 就是我们不是按照顺序来讲的 我们先把大头的东西都讲掉 ok然后part 3的时候会讲一个 那个test independence那个东西 基本上来说考的方法很固定 而且考的可能性比较大 然后还有就是linear regression 再剩下来呢就是关于rcode一些的东西 比如说你们有说过的boostrap 然后你们assignment 2的时候用到的simulated distribution之类的 然后还有关于regression的code 因为regression也是一个考到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的东西 ok 来我们先把之前的hypothesis test再过一遍 再过一遍 因为test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后面说到two sample test和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distribution不一样而已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整个的hypothesis test的过程给你们再过一遍 首先呢就是说 两个就是首先去set up它的hypothesis 对吧 一个是alternative hypothesis 一个是now hypothesis h0 hA 那么一般来说h0都是等号的 也就是我们给它一个值 叫做mu0 也就是我们set我们真正的parameter mu 等于mu0 一般它的h0都是等号 都是等号 那么ha呢就会有三种情况 h0可以是小语号也可以是大语号也可以是不等号 那么不等号呢叫做two tear test 然后大语和小语应该就叫做one tear test 就是说只有一边 只有一边 这个也说过了 然后 那么在第二步就很重要 开始讲我们的这个test statistic 你们老师呢一般会就是说出三种名词 首先第一个叫做 就叫做test statistic 在这边有 它指的是有固定的distribution的一个random variable 也就是说它可以是z可以是t 但是也要包含你的parameter 也就是我们上节课那些sampling distribution的时候 说到的那些固定的distribution ok吧 就是说这边我给你们列了几个 一个是比如xbar-mu0-sigma-n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test statistic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在hypothes test里面 我们在underh0的情况下面test statistic是可以算出来的 因为xbar它是我们的sample mean 对吧 就是我们random的去sample 它就能得到这个值 然后呢mu0虽然是parameter 但是在underh0的情况下面我们给它设一个值的 对吧h0是就mu等于mu0 对 这个是康苏那夫一层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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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一下这个package 那我们继续 那么在underh0的情况下面它应该是一个数字 ok吧 就是这边的包括sigma包括根号n等等 都是我们有的数字 注意这里的mu指的是mu0 ok underh0的时候它的那个值 我们给它负的值mu等于mu0 所以 所以test statistic应该是可以 首先还有一个数字 其次它可以算出一个真正的数字 真正的数字 它应该是个number 它是个number ok 它是concent 它是个我们做了sample之后得到的值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比如说 x2-mu0除以s除以根号n 它是一个t的数字 对吧 好然后p hat-p0除以 注意这里 注意这里 它的分母上面 是根号n分支 根号下面是n分支p0乘以1-p0 ok 就这儿的p0 是我们h0里面的那个p0 就是我们给它的这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candidate 就是 它是一个 类似被选值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是我们给它复的值 我们给它复的值 在h0的时候 对吧 好 那么当然还有比如说 n-1 乘以s方除以sigma 我可以写s0的平方 也就是这个sigma 也不是真正的true parameter 而是在underh0的时候 然后我们给它复的这个parameter ok 给它复的这个值 那么 这些 带一个公式进去 然后可以算出来的这个值 我们把它叫做test statistic test statistic 这是一个 叫做test statistic的东西 第二个 它可能会问到叫做sampling distribution 很简单 就是你的test statistic follow的distribution ok吧 就是说我们上节课所说 你还记不记得 比如说y bar-mu 除以sigma除以-n follow n01 对吧 所以左边的是我们的test statistic 右边的是我们的sampling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这个公式 比如说x bar-mu0除以s除以-n 这个公式应该follow一个什么distribution 应该是比如说t degree of freedom n-e 对吧 所以这个是它的sampling distribution sampling distribution 这也有可能是问到 会问到你的 那么在 说它是什么sampling distribution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的parameter也说出来 就是说一定要把它的中间的那些参数 直接写出来 但是t就无所谓 比如说normal 比如说follow normal的 那么这些你要都写得出来 你可以写 比如说 你可以写x bar-mu0除以sigma除以-n follow normal01 当然你也可以写x bar-follow normal mu0除以-n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这两个写法都可以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standardize 也可以把它不standardize 就变成原来的也可以 就变成原来的也可以 这个是sampling distribution 其实我们主要在hypothic test里面 就是算这两个值 就是固定好了我的值是什么 然后它放了个什么distribution之后 下面的方法都是唯一的固定的 算p-value都是固定的 那么p-value呢 p-value的定义 再说一遍 还记得再说一遍 脑海里一定要有这句话 就是 在given h0 is true的情况下面 对吧 我们observe到这组data 或者比这组data更extreme的情况 的probability是p-value 对不对 好所以p-value 来看一下它有三种情况 它有三种情况 one-tale跟two-tale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one-tale大于的 比如说ha它是个大于 是mu大于mu0的话 那么one-tale很明显就是我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sampling distribution 就是t-test还是z-test还是什么test 是你的sampling distribution 那个distribution 比如说z,t,chi-square等等 好旁边的这个小t 指的就是你刚刚算出来的test statistic 那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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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one-tale是只要大于 只要大于 当然如果one-tale这个符号是小于好的话 那么更extreme就是比它更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probability也是 sampling distribution小于你的test statistic的概率 的probability 当然如果是two tiers的话 就不等 那就是两边要加在一起 如果是t或者z的话 直接乘以2 如果是t或者z的话 直接乘以2 因为它们是symmetric的 因为它们是symmetric的 ok所以在这儿我直接 如果是t跟z的话 都是直接乘以2 直接乘以2 所以 这是我们一般的hypothesis test的步骤 最后把p value算出来了之后 我们会下conclusion 再背一边这个conclusion 不要再忘了 不要再忘了 这个是你当顺口6样背的 就是说你应该是考试的时候 应该就是文化学前不能有任何的停顿的 就是说当什么时候我们会reject h0 是p value小于alpha的时候 我们要reject h0 小于或者说小于等于 reject h0 reject h0 指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想 reject h0 因为一般来说它都是应用题 ok它都是实际的应用题 你在最后下conclusion的时候 不仅仅要说reject h0 你要把reject h0的 就是说实际的应用要说出来 就是说在这道题里面reject h0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它在这道题里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你h0 比如说你h0指的是 就是我说我认为virus 比如说它这一组数据的virus消息是什么 那么你要说那么我reject它应该指的是什么 reject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我们相当于是 就是说我们是反对这个hypothesis的 ok 所以应该要跟h0是反过来说 应该是跟h0反过来说 那么除了reject以外 第二个叫做do not reject 他没有accept这个说法 一定是reject h0或者fail to reject 或者do not reject fail to reject fail to reject指的就是跟h0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 当然你这个也必须要 就是结合你的这个实际的题目去说一遍 就是说 把那些random variable 它的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灯泡寿命 小语多少多少 我认为怎么怎么样 ok 要把你真正的这个立场 你的实际意义说出来 你不要直接 你可以先说一句rejecting 或者fail to reject 然后再说一句 就是说 which means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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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ok 后面一定要跟一句 这样的话会比较完整一些 这样子会比较完整 那么比较好的说法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show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或者说 we have significant evidence to show 怎么怎么怎么样 或者可以说 就是说 后面可以是reject或者fail to reject ok 后面fail to reject也可以写 we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vidence to reject each link 那么就是fail to reject ok 这样的说法也是比较专业一些 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当然我们在下面要再注意 reject H0 不是代表我 accept HA 那么to not reject H0 也不是代表我accept H0 但是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 说法上面我们肯定不能这么讲 但是你们在 思考这个 实际意义的时候 你们可以这样去想它 ok吧 你就把reject H0就想成是我不接受这个H0 ok 就是我跟它不在一个立场 我跟它立场不一致 所以我要把它的话反过来 而do not reject 应该是 或者fail to reject 应该是和H0立场是一致的 立场是一致的 ok 那么 然后我要再 在这边 给你们说一下 p value的事情 就是说你们在一般 查表的时候 我知道 你们的这个test 算出来可能是个小数 或者说 呃 在我们的表格上面没有的数字 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去下conclusion 我们下conclusion 并不一定每次都要把p value算出来 我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ok吧 就是说我可以 不说我真正的p value 到底等于几点几点几 我可以说 它是 处于几跟几之间的 所以呢 在查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 把它这样写一下 你可以找空白的地方写 查表 我比如说是一个z table 就是个z table 比如说 z table呢 比较容易 它没有 它没有degree freedom 没有degree freedom 所以 我们直接去查 表格上面数字就可以 那么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的是 问p value 是否小于alpha 对吧 这边打个问号 p value是否小于alpha 那么 正常的做法 其实是班尼的test statistic 带定去找到它的probability 但是因为可能表格里面 并没有 怎么办 我们就去找 比如说 这个是z的函数 对吧 好我们想要问p value 和alpha的关系 那么假设说 我的p value是 大于某一个值 大于某一个值 那么我们只要去找 chi square 别说chi square z 比如说z 我就举个例子 1-alpha 因为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 问这一块面积 这块面积 比如说是alpha ok 这块面积是alpha 所以我去找的是 contact是z1-alpha 然后我去跟我的这个test statistic去比 如果假设我的test statistic在这儿 我比z1-alpha要小的话 你们可以每次查表中 都画这张图去表明它 如果我比它的z1-alpha要小 这个数字小于它的话 说明什么 那哪一段是p value 其实右边的 ok这一段是 红色的是p value 因为我要的是probability 我的z大于我的test statistic 对不对 所以我要的是右边的面积 是p value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的test statistic在z1-alpha的 左边 说明我的p value就大于alpha ok吗 所以我这个conclusion 我不一定要把我的p value 真正的直算出来 我也可以说 比如说 就跟你们老师说的一样 你们老师有的时候也不会算p value出来 它直接说p value小于一个数字 比如说alpha等于0.05的时候 它算出来 或者说它查表得到我p value 甚至小于0.001 ok 那我们就一定会reject我的h0 那在这里比如说 我alpha等于0.05 我查出来p value甚至大于0.1 你可以不用说p value到底等起 ok 你可以说我就连0.1都大于了 或者它可能在0.05到0.1之间 那么我可以说我要reject 那么这个方法怎么写 你可以写比如说我的test statistic 因为发现它在小于z 比如说alpha假设0.05的话 可以说它是0.95 大于z比如说0.9 ok 我说我test statistic在这一块 那么我说我的p value一定就 大于0.05 大于0.05 小于0.1 ok 然后你就可以得出结论 说我要 我是fail to reject 我就假 做个例子 ok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你去查表 你只能查到 它固定给你的 表格里给你的数字 所以你只能把 拿着alpha去查它的contact 然后再把它跟我们的test statistic比 但是你步骤一定要写完整 这些都不是在草稿纸上的 这些应该是你写试约上的 ok吗 就你不要查到 查到都写完了 然后实际上就写一句 p value小于0.05 我reject 或者大于0.05 我fail to reject 不完整 它还有可能扣你分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都写下来 你就直接去写 我发现 就是查表得知我的test在谁跟谁之间 所以我的p value在谁跟谁之间 ok 所以我要reject 或者我fail to reject 等等等等 把这些过程尽量都写完整一些 写完整一些 不容易扣分 这个是我拿z做了一个代表 当然如果是tutail的话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tutail 我再画一张图 再给你们分析一下 如果是tutail我要的p value 相当于是要两边加起来 ok 那么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还是z 其实test stasy还是只有一个值 只是它对应正的跟负的 对不对 那么哪个是alpha 我想要的alpha 我想要的alpha是 比如这两边 加起来一共等于alpha 所以一边应该是2分之alpha ok吗 这个时候我们找的contail 就去找z1-2分之alpha z1-2分之alpha ok吧 就是z1-2分之alpha的意思是它的左边的面积是1-2分之alpha 所以它右边的面积是2分之alpha ok 所以呢我们去找这个contail 然后还是要去跟我们的test stasy去比 假设 比如说我的test stasy在它的右边 在这儿 在这儿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p value一定是小有alpha的 因为p value加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这两边都红的 对不对 明显要比篮子要小吧 这个是p value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p value还是一样是小于alpha的 一样你可以说因为我的test stasy大于z1-2分之alpha 所以你可以说2分之p value 小于2分之alpha 所以p value一定是小于alpha的 ok 你可以这样去写的 可以这样去写的 所以这是查表 这是查表 并不一定没到贴到把p value给我算出来的 给它一个范围 给它一个范围 除非它题目中给你到比如说phi多少等于几几几几 那一般来说不太可能 它一般都是直接认出表格来 直接让你做完整的一个test的过程 好这是查表 我们在之后遇到题目再查表的时候 我会再把其他的distribution给你们说一下 来 我们来看一下题 我们看一下 先看到简单的question1吧 看到简单的ques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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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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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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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和HA是大於0.00 那麼這個兩個state我們可以先寫起來 就是說H0是σ²等於0.01 HA是σ²大於0.01 它應該是個one tear的 它說它test了哪些呢 就是說 the mean and various of a sample of eight 就是一共有看清楚了 一共有八個這樣的box 老師,你這兒有pap去哪兒? 有,在這兒 我拿一下pap去我去走 因為我明天會告訴你 哦,好 謝謝 那對八 然後它說了它的me和variance of sample 所以是samplelink和samplevariance 就是samplevariance等於0.018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要說的是 首先它的test statistic是什麼 你們一般來說做海豹的test都是這樣 先寫出這幾個東西 一個是 就是test statistic 你可以這樣去想 它是 你回到上節課 我們說到的那些samplelink distribution 你去回顧一下 要test一個variance 而且它這裡可以看清楚了 population mean有沒有給你 population mean並沒有給你 OK population mean並沒有給你 所以它是unmore mean 然後要test它的variance OK吧 所以它這裡應該是 n-1乘以s方 除以sigma方 注意我這兒要多寫sigma0的平方 這個是它的test statistic 就是這個應該是一個 可以算出來的數字 應該等於n-1是7 s方式sample mean 不,samplevariance samplevariance這邊是0.018 對吧 然後sigma方0 這個也是我們知道的 是h0的情況下的那個數字 0.01 好,這是test statistic 然後我們寫 samplelink distribution 也就是說 我這個n-1s方除以sigma方 應該是follow什麼 follow hi square n-1 n-1在這兒是7 這個它的distribution 所以最後我們只要去查表 查的是什麼 probability 看sq7 也就是你的distribution 大於 因為這裡我們的h1是大於 大於 我的test statistic 也就是我沒算7x0.058除 這個值 大於這個值 大於這個值 大於12.6 好,那麼這個怎麼去做 來我們還是回到查表 查表在查開square的時候 注意你們 你們回去看看你們老師給你們的 table formula sheet 然後上面應該有 c table k square table 等等 你們幫我看一下 它上面應該有這張圖的 就是說 對於k square來說 它這張表格啊 上面應該會畫一張圖 然後說清楚 然後說清楚 哪一邊是 k square 比如說0.05 有一種是 k square 0.05指的是 右邊的面積是 0.5 你們來看 先來幫我查一下 是右邊的是嗎 就是跟我畫的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情況下面 那麼 你要知道 比如說這裡 我要的是 k square 7 大於12.6 的probability 然後跟哪個比 比如說我假設 我這alpha對於0.05的話 我去跟 0.05比 對不對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我應該找的是什麼 我應該就是去找 k square 0.05 我去查 k square 0.05 然後你會發現 k square 0.05我記得是等於14點幾吧 好像 是不是 10 k square 7 0.05 我忘了 查出這個數字 那麼如果 12.6 在它的 左邊 就是小語它 比如說這兒是12.6 它的 右邊是k square 0.05 說明我的p value 應該是 大於 0.05 紫色的是p value 紅色的是 0.05 如果這兒是12.6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說 k square 7 0.05 大於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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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value 小語 0.05 大於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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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寫 所以你們要 查表靈活一點 查表靈活一點 你要知道 你要 你要跟它去對應 你最後要的 clusion指示 說 這兩個哪一大 會不一定要把他們的值算出來 不一定要把他們的值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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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0.05 是 是嗎 有一點0.05 這要題裡面寫 所以我就自己定了 題目中應該會給 你們考試的時候 可能會給 你們考試的時候 萬一 我只是說萬一沒給的話 你看一下它的instruction裡面 會不會寫 如果在考試中 遇到alpha 都等於0.05 這種問題 我之前有一次考試 有遇到過 就是說 整場考試都沒有告訴你 alpha等於幾 但是它其實在 a sheet 或者說開頭的時候 instruction裡面 提了一嘴 說萬一你們碰到alpha 都等於0.05 這個你們注意一下 就是提醒一下 應該會 每道題都會給一個 所以這個是開square的差表 注意一下 它跟別的不一樣的是 我要的不是開square 0.95 而是0.05 它是右邊的面積 是它下面的countdown OK吧 當然你們表格上面 有內容圖的 你們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 好 然後我們再往下 再做一道題 這道應該 這道是一道考試題目 這道是一道考試題目 好 好 多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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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提 多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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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左邊是Z 左邊是Z 就是我Z大於等於這個值的時候 我要reject它 Z大於等於這個值的時候我要reject它 那麼Z大於等於這個值我reject它 來畫圖 分析一下 比如說這個值在這兒 我還沒算這個值到等於幾 然後我說我這個Z如果大於等於它 我就要reject 也就是說當我Z大於等於這個值的時候 我的p-value是小於alpha了 對不對 那麼所以這個值其實就是alpha的countile OK嗎 這個其實就是可以說是Z Z1 1- Hell OK 11-Alpha 如果問到狀題一般來說它會給一個一個 固定的檔 就是给一个比较查表查出的打 查表查出的打 可能比如0.05、0.01只近似的 它可能只差比如说 它可能跟1.96只差个0.0几 或者0.0几 那么你可以默认它是近似的 你可以跟你taple上面去近似一下 去近似一下找一下我的alpha到底怎么解 这是个反推的过程 我说我当x bar reject origin 就是指当我这个值 我这个signal落入我这个region的时候 我要reject它 这叫reject origin 所以我当x bar大约等于35.23的时候 我要reject它 那么也就是x bar-mu0除以c bar 这个刚好 大约等于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要reject它 什么时候叫做z大约它的时候 我要reject 说明z大约它的时候 我的p value就小于alpha了 所以这个值正好就是那个临界点 OK吗 就是什么时候大于什么时候小于 所以这个值正好要等于z1减 2反 z1减2反 所以以此我们来反 然后再来反推出 2反等于 那么c问其实这道题就很简单了 b问我说 当x bar大约等于35.23的时候 我要reject对不对 我现在x bar等于几了 38.95 是不是大于它 是不是大于它 38.95大于35.23吧 所以我落入了我reject origin 什么叫落入reject origin 就是我要re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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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reject 你可以直接写35.89 38.95 哦38.95 38.95大于35.23 我可以写x bar is in reject origin 所以 所以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 它也是在做一个test 只不过它是反向的 根据alpha我找一个零界点 是根据alpha我反向的推出 我x bar要大于什么时候 而不是p value要大于alpha 你可以把p value大于alpha 跟它等同起来 我p value小于alpha 你就可以反向的去推出 我x bar要大于哪个值的时候 我p value会小于alpha 所以在这它是反向推出 我x bar是大于等于35.23的时候 我会p value小于alpha 好所以这个时候 我再回去看我真正的 就是x bar 我x bar是等于38.95 它的确是大于了35.23 所以我直接得出结论 我p value小于alpha 所以我一定会reject h0 它落入了我的reject region 落入了我的reject region 其实和我们刚刚的这个很像 再回到我们之前查表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test statistic大于我的z1-alpha的时候 我会reject它 对不对 好 其实我们就是把它normalize了一下 我的test statistic 其实就是我真正的x bar- mu0-1-sigma-3-n 对吧 那么z1-alpha 其实也是x bar-mu0-1-sigma-3-n 这个是我的临界点 它如果等于z1-alpha 我们可以退出x bar 要等于一个什么什么值 在这我们可能就退出x bar 它等于35.77 好 一个意思 好 这是C问 好 B问跟C问你们可以再回去自己再想一想 我觉得 这两个问还挺有借鉴意义的 因为是一个 就是 魔技的一个转换 它并不是跟我们真正的 海胞塞色正常步骤是一样的 多去看看这种题目 因为 我觉得可能会出这种 就是比较反过来的题 因为Karen这个不是特别走寻常路 然后 D问呢 就是肯定一个 hypothic test using significant level 5% 所以这个D问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一个hypothic test 告诉你alpha等于0.05 重来一遍 alpha等于0.05 然后让你去做一个hypothic test 还是用hypothic 你define in part a 那么这个我就 在这就不写了 因为 嗯 就是跟正常的步骤一样 我回去把答案贴在后面 因为我们等会讲完了type or type two error之后再回来讲 我回去把D问写一下 好 我在这儿依然是贴了一下pvenu的这个定义 还是把这个文字一样把它背出来 assuming no hypothesis is true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we observe our data or even extreme 那么写的简单一点就是probability abeserve data or extreme given each thing is true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四个 关于pvalue定义 看一下哪个是对的 四个关于pvalue定义 第一个它把它叫做minimum significance level at which hlink gets rejected for the data was observed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ok我们这儿其实有两种说法 我们说pvalue小于alpha的时候要reject hlink 我们可以pvalue为维度或者以alpha为维度 我们可以说pvalue是最小的significance level hlink gets rejected 也可以说alpha是最大的pvalue at which hlink gets rejected ok吗?这两种说法都ok 你可以说pvalue是minimum significant level 你也可以说alpha是maximum p-value 然后hlink gets rejected ok ok 这两种都可以这样都可以 就是a a说pvalue是最小的alpha 可以 因为就是在小小的时候才有reject 好 b probability that hlink is to give a more extreme result than what was observed 哪个given哪个看清楚了pvalue是什么pvalue is thatobserve一个更extreme的data given hlink is true ok 所以这个是错的 因为它的given两边是反的 所以这个一定是错的 那么c也是错的 so hlink gets rejected when h is true 这个是没有这个说法 ok 所以d也是错的 那这是pvalue的一个定义 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就可以 主要是看它跟alpha的关系 好 然后hyposis test的原理 也就是我的type1 type2 error 我在这里不再跟你们多做解释了 我在周课的时候也跟你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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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只要背一遍type1 type2 error是什么就可以 type1 error 是 reject hlink even even hlink is true 这是type1 error probability reject hlink even hlink is true 这是type1 error 第一种 error是 在hlink是true的情况下reject hlink type2 error 是跟它完全相反 其实你们只要记一个就可以 type1是reject hlink and give hlink is true type2是 fail to reject hlink even hlink even hlink is false 这样的话废戴就可以 在考试中如果问到type1 type2 error是什么 还是一样 和我们之前做结论是一个意思 你把现实的意义给它带进去 什么是hlink is true 什么是reject hlink ok 就是说 你可以说在given 它什么时候 嗯好 你一定要把hlink是true 和reject hlink 或者hlink是fail reject hlink 这四个东西 它的现实意义给我说好 给我说清楚了 ok吧 就是说什么是hlink is true 你要看题目的意思 题目认为 比如说me 是什么什么情况下 就是hlink是true的 好 然后我reject hlink 什么是reject hlink 就是说我认为 或者说我犯的错误是什么 我在这个现实是对的情况下 我却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你要把这个现实的意义都给我说清楚了 所以在这儿我要跟你们写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要用实际的解释 就是你要用你的应用题里面的实际意义去解释它 而不是直接给它说我reject hlink 就是hlink is true ok 在这儿我只是解释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简写 因为我们不太确定reject 我们不确定hlink 这里只要加入这两种error就可以 只要加入这两种error 它就算考你 但也是考你解释 考你解释 好 下面有一个说的 alpha 其实就是我们significant level 这个值 alpha这个值代表的就是 我的probability of type 1 error significant level这个值代表的就是 我的probability of type 1 error 所以我这样写 在type 1 error方面我可以写alpha type 2 error呢 我们一般用beta来表示 alpha就是probability reject hlink given hlink is true 而beta指的是fail to reject hlink given hlink is false 这是我们给它的两个error的probability 的两个字母 我们一般来说 会用这两种来表示它 type 1 error用alpha type 2 error用beta 那么p value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实际的概率 实际的概率 就是说 这个你就了解一下就可以 不用去在意它 主要我们要说的就是上面这一句 就是说我type 1 error的probability 就是alpha 就是alpha 就是我的significant style 这里alpha跟beta之间有一个关系 alpha跟beta之间有关系 alpha跟beta之间有关系 alpha越大beta越小 它们意外是一个就是negative related的一个关系 negative related的一个关系 就是alpha上升应该要对应的是beta的下降 alpha上升对应的是beta的下降 因为alpha上升你可以这样去想alpha上升就是说 你reject h0的probability越大 那么你非要去reject h0的probability越小 所以alpha跟beta是对应 是相反的一个情况 是两种error 是两种error 我们不能说哪种error更严重 这个是要看就是说实际情况 我们要看实际情况 我们不能得出确论结论说 type 2 error更严重 要看 有的时候是你reject了严重 有的时候你是fail to reject 下面有一个点 是算power 这个我在mintime的时候也跟你们讲过 但是我们当时讲的有点笼统了 我现在要再跟你们重新 说一遍怎么算 我们会有一道练power的一道题目 当然你们在mintime的时候也讲到过 你们可以 我去再把mintime那道题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算power power指的是什么 来我在旁边定义了 是reject h0 given h0 is false 或者说 given hA is true 是reject h0 given hA is true 那么算power的一个前提条件是 我的hA必须不是不等一 也不是大于也不是小于 应该也是一个等于号 我在这儿写了 必须也是mintime 就是说我这里 如果我要能算出power的话 我必须h0跟hA各自有个值 我h0是mintime h0是mintime 它应该是两个值 OK吗 就h0比如说p的0.5 hA就是p的0.7 或者p的0.3 p的0.4 必须要有个值 必须要有个值 好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 就是说sample 比如说怎么算 怎么算propriety reject h0 given hA is true 我们是分两步算 分两步算 第一步 先算 什么时候 我就写白话文了 什么时候reject h0 先算我们在什么情况下reject h0 或者这个什么时候指的是 我的sample 比如说我的sample mean 我的sample varians 要大于某个值的时候要reject 或者小于哪个值的时候要reject OK吧 就是 如果我假设这儿是一个 比如说normal mean的话 什么时候指的是x bar 大于哪个值 我们要reject h0 先算这个 先算这个 那么这个值怎么算呢 我们就是用alpha去算 因为我们知道 已知 probability reject h0 given mu 对于mu0的情况下 是alpha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type 1 error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对吧 这是reject h0 given h0 is true 所以这是type 1 error 它的值应该对于alpha 所以probability reject h0 given h0 is true 或者说mu对于mu0的情况下 它对于alpha 我们可以反推出 我们反推出 什么时候reject 有点像我们刚刚做的那道 hypathy test的题 是不是 我们是 怎么说呢 相当于给一个alpha 反推出它的reject region 我什么时候reject它 我刚刚这要提 它给你的结论 就是我们刚刚算出来这个值 我说我reject region 是x bar大于35.23 也就是说 我算出来 当x bar大于35.23的时候 我要reject它 如果alpha等于这个值的话 我x bar大于35.23的时候 我要reject它 所以在这我们也是先算这个值 先算这个c 当givenalpha等于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reject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去设 probability x bar 比如说我要 大于c的时候 我这应该是小语 因为我这设的h0是小语比例 如果h0是大于c 小语比例就是小语比例 x bar小语哪个值的时候 小语c的时候 我要givenmu对mu0的时候 它这个应该对alpha 相当于我现在要算c 主要的目的就是算这个值 算c 那么我们就一步步来推嘛 因为我们知道x bar-mu0除以sigma除以更好 n它是followz的 所以它小语c-mu0除以sigma除以更好n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 对吧 左边的就是z 对吧 然后这样的probability 依然等于alpha 因为我这个等式其实本质是没有变的 对吧 然后这边左边就变成了z 左边就变成了z 现在就变成了 我probability z小语这个值的时候 等于alpha 问你c等于几 所以 它应该是什么呢 c-mu0除以sigma除以更好n 应该就等于z alpha 这个ok吗 可以理解 所以反推出我的c应该等于 mu0加上c alpha乘sigma除以更好n ok 这个是我们的步骤 就是说 我先推出 我什么时候rejection 因为 我为什么要推这个 因为我要算的是probability rejection givenha is true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要reject 什么时候不reject 所以我现在算出一个数字 我说我x bar小语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要reject 我要reject 所以第二步 算power power一般我们会用eta来表示 就是这个尾部比较长的n 我们一般会用eta来表示 就是probability reject h0 givenmu等于mu1 mu等于mu1 mu等于mu1 就是h as去 我们来写一下 他就是probability 什么时候rejection x bar小语 mu0加z alpha 这也行得出一个更好n 对吧 我要算这个probability 也就是说现在它其实是个数字了 这个应该是个数字 是个具体的数字 这是个number 因为mu0我们是知道的 c alpha也是知道的 sigma更好n都是知道的 我现在就问你 我说我x bar小语它的时候 我说我要reject 对吧 然后我问你这个的probability 相当于我问你s bar小语一个数字的probability 而我们知道的是probability x bar-mu-sigma-√n是z 对 这里的mu应该就等于mu1了 OK吗 可以理解吗 好 然后在两边同时 mu0-mu1 加z alpha-sigma-√n 再除以sigma-√n 或者我可以写 左边依然是个z 小语 用0-√n 是不是mu1 除以sigma-√n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number 还是一个number 因为mu1我们也知道 mu0我们也知道 sigma-√nz α我们都知道 这应该也是个数字 我们还是一样 差表可以得到这个probability OK OK 再回顾一遍 我再说一遍 再回顾一遍 先算reject region 或者说先算 白话完就是说 先算什么时候我要reject h0 那么 这个我们可以设一个值 然后倒推 OK吧 我们知道 当mu对mu0的时候 我rejecth0的概率是alpha OK 好 那么 我就说我x bar小语c 这个时候的概率等于alpha 但我不知道x bar它的具体的distribution 所以我要把它推到我的test statistic上面 对不对 所以是x bar-mu除以c bar除以更好n 此时mu对mu0 所以我这儿减的是mu0 小语我这个c-mu0除以c bar更好n 概率应该是alpha 所以我反推出我这个c应该等于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是一个具体的number 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现在说我得出结论 我当我x bar小语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会rejecth 我会rejecth 好 然后换回来 我们再来算 我们要算的是 当mu等于mu1的时候 我rejecth它的概率 那么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什么时候reject了 对不对 我说我是x bar是小语这个数字的时候rejecth 但是这个时候我相当于我可以这样想 x bar它的distribution变了 它是mu等于mu1了 ok 所以是x bar-mu1除以c bar除以更好n 是followz了 而不是mu等于mu0了 ok吗 所以我相当于现在reject的条件没变 但是我的distribution变了 所以我这儿是x bar-mu1除以c bar除以更好n了 那么两边还是一样同时解一个mu1除以c bar除以更好n 然后得出我这个probability 左边依然是z 然后呢 查表 这边依然是个number 查表 number 得出一个probability 这就是你的power ok吧 所以永远都是这个步骤 先算什么时候reject 它可以是小语 可以是大语 可以是不等语 这个要看 你这个tail 就是说它虽然两个都是数字 但是呢 呃 数字也有大小之分嘛 ok吗 就是mu0跟mu1你看哪个更小 如果mu1小于mu0 它就是left tail mu1大于mu0 这个数字大于mu0的话就是right tail 然后如果是 没有不等号 没有不等号 就是小语或者大语 就是小语或者大语 因为它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你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要用到它的 ok 它这个mu1它不可以是一个范围 不然我们算不出来这个power ok 它必须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power的题目 power的题目 我们来算一道立体 我们来算一道立体 其实这道题呢 完整的解释了算power的过程 算power的过程 我可以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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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身上一肯 你跟它做到这个uuuuuuu 我不能让它做到这些 我可以算是一个 你要知道你什麽時候在算這個power 就是你有兩個candidate的時候 就是你看我們這其實是有兩個candidate 一個是μ0,一個是μ1 他一般會問這樣 就是我什麽問你 如果hypothesis是什麽的情況 是另外一個情況下面 我認識他的probability 就是在givennow是h0等於p等於0.5的時候 我問你如果這個時候我p等於0.7了 他什麽什麽的概率是多少 你要警醒一下自己 出現了兩個candidate 一個是μ0,一個是μ1 很大概率是在算power 兩個不同的數字 你只有在power算power 你可以發現你只要在算power的時候才會遇到兩個不同的數字 一個是μ0,一個是μ1 來看一下 他說 他的hypothesis是p等於0.5跟p等於0.5 然後 他sample了20個人 20個人 他説 如果不太知道 在數字的方式 他會選擇 一般來說 是有數字 有數字 是可以選擇的 如果不太知道 一般的數字 零數字 好,看一下 他现在问你,首先他A问让你算reject origin 你会发现这要题,他就是刚刚我们做的两个步骤 第一步先算reject origin,第二步算power 你可以发现算reject origin根本没有用到mioe这个值 你就是在算probability 这里,我问你,这里我们的estimator 或者说我们最高的sample的数字是什么 应该是p hat 我们刚刚是x bar,小约c,大约c 这里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我sample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最后要用哪个值去做test的 我刚刚是用x bar 当x bar怎么怎么样 当x bar是小小雨,当x bar大雨 因为我们sample了这么多 我们用什么去test我们真正的mioe 我们用的就是x bar 而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用什么去test我们真正的p 我们用p hat 对,我sample这么多人出来我只能得到什么 我得到的就是他们的p hat p hat,所以相当于我现在问你 在p hat 大于哪个值的时候 我们reject它 p hat p hat大于c的时候 reject h0 你看吗 好,然后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probability 我这样写一下 reject h0 even h0 is true 概率是alpha 也就是0.05 对 好,所以reject h0 我这指的是p hat大于c c我不知道 even h0 is true 就是p等于0.5 等于0.05 对不对 来一步步继续往下写 那么p hat大于c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要apply我们的sample distribution上去 也就是我们test statistician上去 就是p hat-p0除以根号下 n分之p0 1-p0 要大于c-p0除以根号下 p0除以一根号下 p0除以 这个只等于0.05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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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後呢 左邊是Z 右邊是 一個數字 要等於0.05 Z大於它等於0.05 也就是說這個C -P0除1 你直接寫 C-P0是0.5 除1更好下 0.5乘0.5 除以N是20 這個值應該就正好 要等於什麼? Z 注意這是0.95 因為是大於它 Z大於它的概率是0.05 所以這個值應該等於0.95 這邊是0.05 所以左邊是0.95 所以這個值是Z 0.95 Z0.95 我記得是1.6幾吧? 1.65 我忘了 老了 機率太好 然後 我們就可以退出C了 就等於0.5 加上Z0.95 乘上更好下 0.5乘0.5除以20 這個值 OK吧 這是個數字 這是個數字 這是個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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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數字 每一個值 我們都是知道的 所以這個是redient region redient region指 就是當p hat大於 上面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redient region 寫錯了 好 然後 B問來了 讓你算power了 說如果 hypothese是 hap 0.7的時候 你就說 我現在是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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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提 nota p1 p2 p1 p2 p5 p2 p10 p1 p2 p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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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p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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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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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p4 或者它的p0应该在0.7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probability 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些问题 是p-p1除以根号下面是p1 1-p1除以20或除以n 它要大于 这边计算就很麻烦 0.5-0.7 加上这一串 怎么怎么怎么样 写的 加上Z0.95 根号0.5乘0.5除以20 除以的是0.7乘0.3除以20 OK 这除的不一样 因为这里它除的东西也要p也要换掉 然后左边依然是个Z 然后就拆表就得了 右边是个数字 这个数字虽然很麻烦 但是你可以算出来是个数字去查表 自己大于它的probability 就完了 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这道题目 第一步算reject region 什么时候要reject p还大于哪个值的时候要reject p还大于什么值的时候要reject 然后第二步就是 算probabilityreject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刚刚算出来的值带进去 p还大于它的时候 要reject 那么这个probability是多少 这个时候相当于是p还它几乎变了 OK 它follow的是normalp1 √np1乘1.p1 OK 所以呢 应该是p还-p1 除以√n分之p1乘1-p1 它要大于一个值 这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然后因为它是个Z 我们查表可以得到这个probability 这个是power 这个是power 什么时候会考到power 我再说一遍 有两个candidate 有两个值 才应该是原本定义了一个p0等于几几几 然后它问你说 如果这个时候p 换了个值p0等于别的数的话 我们reject它的概率是多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出现了另外一个数 那么你大概率是要用power去算的 它可能不一定会出现power这个词 但是它可能是这么考你 有两个candidate 所以有两个值p0跟p1 p0跟p1 p0跟p1 好 然后power呢 power这个值最后再说一个小的点啊 power这个值其实是等于1-beta的 还是不是刚刚的alpha跟beta beta是type2 error吧 beta这个值其实是1-beta 1-type2 error 所以什么时候power会increase 是alpha increase 导致beta decrease 导致beta increase 导致beta increase 所以它应该是跟alpha是一个维度的 所以它应该是跟alpha是一个维度的 alpha increase beta increase beta increase beta increase 就是power increase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我们回来再继续讲 就好了 看一次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嗯 对 就就是 就这样子 就是 对 就是 就这样子 它應該是Decimal Place of C 電禮物 是只有這一張標是吧 它上面還有一個Negative OK OK Negative Negative是一樣 就是在這 對對對 右邊是Parte 左邊是Negative 右邊是Negative content C Для es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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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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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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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